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一年之际在雨春 春季万物复苏,且百花盛开 气候适宜,正适合旅游和锻炼身体 然而春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变换多端 所以我们要保养好身体才是长久之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易做 润肺养颜,不胜撞腰的养生汤 一起来看看做法吧 首先我们准备银耳半朵 如果家里人口多,也可以用一朵 放入碗中,加入没过银耳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白糖 白糖可以促进银耳泡发 把白糖搅拌融化 然后先放在一旁浸泡着备用 接下来准备10克百合 加入清水,把百合清洗干净 百合在中药当中,它属于一个滋阴的药物 它主要是脂肺筋和心筋的 这个滋阴作用 它的功能组织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它有养银润肺的作用 所以对于这种阴虚咳嗽 或者是感冒咳嗽,百合效果很好 第二,它对于虚反心慌 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等 百合具有滋养心筋的作用 所以对于失眠多梦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百合清洗干净之后 再倒清水浸泡着备用 接下准备150克的山药 把山药削去外皮 山药腥味干净 贵以皮肺腎 其功效与作用有 一,山药含有丰富的淀粉酶 多分氧化酶等物质 该物质有健脾异味补剩的功效 通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弱 腹泻和其他症状 二,山药含有黏液质 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因此其有肺气虚弱 能够滋补肺因 临床上肺气不足 长期可受的病人可以食用 三,山药含有丰富的黏液蛋白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以上物质可以很好地抑制血质 在血管壁上的成绩 从而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起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再准备150克的南瓜 南瓜在中医眼里 是一种养生滋补的最佳食材 中医认为 南瓜食肢可以补充气血 滋润脾胃 所以肠胃虚弱的人士 可以经常吃南瓜制品的食物 来达到养胃的功效 南瓜作为初两种的一种 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对肠道蠕动也有着一定的功效 能够帮助肠道消化 南瓜去皮之后将它切成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银耳也泡发好了 已经完全的泡开了 我们加入一勺面粉将银耳清洗干净 我们可以看到银耳非常的难清洗干净 而面粉的吸附力较好 加入面粉可以把银耳里面的脏东西吸附出来 这样银耳就很干净了 清洗干净之后 换水再清洗一遍 洗好控水捞出 放入盘子里 用剪刀将银耳剪成小朵 这样银耳的营养更容易释放出来 银耳有郡中之官之称 只要功效能够通便解毒 美容抗衰老 浸热健胃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效 银耳剪好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百合也泡发好了 我们把百合控制水分备用 现在往锅中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倒进锅里 将它们搅拌均匀 再开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再煮半个小时 现在20分钟过去了 锅里已经煮的差不多了 我们加入一勺食盐 俗话说想要甜加点盐 加入食盐之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再盖上盖子煮1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音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之后 这道养生汤就做好了 我们先把它盛入碗中 盛入碗中之后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山药富含粘液蛋白 对胃黏膜能够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 它还含有大量的淀粉酶 多分氧化酶的物质 可以促进消化系统 产生更多的消化酶 帮助缓解消化不良 脾胃虚弱等症 将南瓜、山药、银耳配入主粥 能够帮助调养脾胃 有安眠、健胃、养阴 清热、美容养颜 补血液气、清理肠胃 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功效 南瓜银耳汤还有防癌的功效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吃 尤其是和老人 但是像便秘患者属于温补的食材 便秘患者使用之后会加重症状 所以不建议使用 还有糖尿病患者也是不建议使用的 因为山药含有淀粉 南瓜生糖指数较高 进入人体会使血糖升高 糖尿病和糖纳量异常的人 尽量不要食用 另外 胃肠功能不好的人 及对山药过敏的人群 尽量不要食用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